来关心网谈的最新消息 39岁的瑞士特快车Ragel Federer 将要缺席明年第一场大赛 澳洲网球公开赛 他的经纪人是透过声明 宣布了这项消息 对 他膝盖动手术 加上体能恢复是不如预期 其实澳网是往后延了三个星期 但是Federer还是决定不参赛 主办单位也回应 期待2022年的澳网再相见 原本澳洲网球公开赛 因为疫情严峻 延后三个星期到2月8号才开打 Federer可以有更多时间 让今年通过两次手术的膝盖复原 有机会参赛 但是岁月不饶人 高龄39岁的Federer 他的经纪人透过声明稿表示 虽然过去几个月努力地复健 希望膝盖和体能都能够恢复 但经过和团队的讨论过后 还是决定退出明年澳网 拿过20座大赛经营杯的Federer 飞球季期间大都在杜白的家里 他也积极训练 只是真的来不及参加明年第一场大赛 澳网总监体力也发出声明表示 希望飞吧一切顺利 能在之后复出网谈 希望2022年墨尔本再相见 Federer因为受伤 今天才打了六项赛事 包括年初疫情爆发前的澳网 但他人连续18年被球迷 选为最受欢迎的球员 可见Federer的魅力 至于另一位当年和Federer 齐名的好手也希望克服伤痛 我不知道 可能我会再次见你 我会做什么都可以 2019年澳网输球后 当年网台F4之一的莫瑞 因为臀部伤势严重 一度可能高挂球鞋 虽然后来付出球场 但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目前失业排名122 因为太低 无法直接晋级澳网会内赛 不过现在主办单位 愿意给莫瑞外卡 欢迎大家明年重回墨尔本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